一開始我們先考慮一個神數裡面的集合 叫S 然後再考慮隨便一個神數 叫做R 那我們說呢 以下有一些術語 我把它最近一下 第一個 R 它是一個 OperFound 或者是一個OperFound 一個上界或下界 S的上界或下界 它的意思 精確的意思是說 對任何的S的元素 我都一定會有R大於等於 或者相對的小於等於 這個數字叫做R S 所以上界指的就是一個數字 它大於等於所有S的元素 這個數字就叫做S的上界 下界的話就是把符號炒過來 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說R它是一個 或者說它是最大的 或者說是最大的 或者說是最高的 它相對的 當然就是最小的 或者說是最低的 H裡面的元素 它的意思是說 意思是說 也非常簡單 首先R 它是一個上界 或者是下一界 看你自己的情況 好 那第二個條件呢 就是R要數S 可以嗎 所以如果在S裡面有一個元素 它本身是S的上界 那麼我們就說它是最大的 或最高的元素 如果說S裡面有一個元素 它是S的下界 那就說它是最小的 或最低的元素 這些都是很符合理直觀的 所以我只把它的 定義清楚的再寫一次 好 那個後面有幾位同學啊 往這邊說一點好 後面有幾位同學啊 往這邊說一點好 走過來 走過來 不然那個同學會指揮了 好 好 那最後呢 再給一個符號好不好 好 這個時候呢 如果說它是 像它是一個最大元素 或最小的元素的時候 我們會用下一個符號來記錄 我們會說R呢是 maxS 那最小元素的時候呢 就會寫成 minS 好吧 好 就是說這個2 記得這個2 這個定義 我們用這個符號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 減少不少這個功夫 解釋給東西很多 好 那最後呢 上次介紹的概念嘛 叫做什麼 這個最小上階 我們說呢 R它是 the least upper bound 或者說是 the greatest lower bound of S 它是S的最小上階 或是最大的下階 的意思是說 R呢 它是上階裡面最小的 那另外一個情況當然就是 它是下階裡面最大的 可以嗎? 這是完整的定義 所以請千萬記得 去把它分辨清楚 那我現在雖然寫了很多抽象的定義 我想要請大家自己回去做一個練習 我不想把它寫在黑板上 雖然我也可以這麼做 就是你自己舉例子 你自己舉例子 舉什麼例子呢? 你就寫一個S S就是實數線上的一個子集合 你舉最簡單的例子就好了 你可以舉用 如果改革點構成的集合啊 也可以用區間半開半壁的 全開的都可以 去做一些集合 做完集合之後呢 你去問問一下 它們裡面的上階是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數字 會是這些集合的上階下階 那什麼樣的數字 會是它們最小上階 或是最大下階 是不是存在呢? 還有最大元素呢? 這些 好 所以請你自己回去做個練習 那我相信只要你拿區間 各式各樣的區間 還有它們的連擊的例子 來考慮的話 你應該就會對這些概念的性質 相當的清楚 好 所以我就不寫例子了 這個地方我就不會再多寫例子了 那一樣的 那你這個地方會有一個符號 比方說呢 如果R是上階裡面最小的 最小上階 我們會點它這個符號 叫做素S 英文叫做Supremo 那最大下階的情況呢 就會叫做定乎S 好嗎? 所以看到這個符號 你要把它翻譯為原本的定義 符號是簡寫 定義的意思 這個定義的意思就是把一些已經清楚的語句 然後用一些特殊的詞彙來概表 那以後 當我寫到這些詞彙 你心中要翻譯出來的是上面的這些語句 那麼關於最小上階跟最大下階 我們最常會用到的一種性質是什麼 假設有個數字是S的最小上階 那你要記得是 它小的就不是S的上階 可以嗎? 這是廢話嗎? 因為它上階裡面最小的 所以比它小的就是上階 對不對? 那比最大下階大的就不是下階 這件事情 你把它變成一個反射動作 腦筋裡面的反射動作 好 這個地方呢 給大家想個小問題 任何一個數字啊 任何一個時數 都是一個上階 也是一個下階 也是一個下階 哪一個集合呢? 空集合 可以嗎? 就是按定義 按這個邏輯的定義 來看的話 任何一個數字都是空集合的上階 也是空集合的下階 對吧? 好 我不會解釋為什麼 你想一想 你從定義出發去想一下這件事 所以呢 如果我們要談論上下階的話 通常我們不會去談論空集合 因為它的情況太無聊了 所有數字都是它的上階 都是它的下階 這個邏輯上跑真的這件事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都考慮的是非空的 集合 好 那麼 有一個約定 這也是一個約定 符號上約定 剛剛就有講過 我們說呢 如果我們寫 束等於無限大 或者是 因子 等於負無限大 的意思 剛剛好就是 S呢 它沒有上階 或者是沒有下階 如果沒有下階 我們就說束不是無限大 如果沒有下階 就說也不是負無限大 好 那麼這是第一件事 好 第二個 這兩個情況 在這兩個情況之下 如果說這是這個發生的話 好 那我們說呢 這個 束的s 或者說是 if s 不存在 可以嗎? 其實正常這種情況 我們不算它是存在的 只有當它真的是數字的時候 我們才會說它是存在的 還有一個約定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們說呢 s 是 bounded from above 或是below 的意思是說 inf inf 就是if and don't leave 好不好 我會越來越常用各式各樣的縮型 所以 inf 就是if and don't leave s s upper bump 或者是lower bump 或者是lower bump 接下來 有了這些數字之後呢 就可以提一個概念 然後這個概念呢 叫做delic card 如果你有做預期的話應該有看到 應該有看到 什麼叫做一個delic card呢 delic card指的是一個分根 你選兩個時數裡面的子集合 我們說呢它是 它們構成 這個續對 ab 構成一個delic card 實數的delic card 的意思是 以下幾個條件滿足 第一個 它們兩個都是非空的 因為空的情況就沒什麼好討論啊 第二個條件是說 它們兩個合在一起就是整個實數 那第三個條件是說呢 A裡面的元素 都要小於b裡面的元素 如果這三個條件滿足的話呢 它就叫做一個delic card 好不好 那通常 我們會把這個A呢 稱作 LB 分別 稱作 它的下半或上半 就是下半的元素 都要小於上半的元素 好不好 看嗎 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我講 我講說 要改變為止 我們都會承認以下的事情 從現在開始呢 我們會假設 從現在開始呢 這個這個A是我 是你啊 沒有錯了 沒有錯了 從現在開始直到我所提為止 我們都會假設實數有這個性質 所以你底細上應該要寫 professor 其之類的 好 好 那這個性質是什麼呢 這個叫做 Elecine Gamplers 我上次是寫unbroken 不過我後來想想還是翻證 Gamplers 聽起來比較專業一點 好 沒有這件性的 好 它的意思是這樣的 它的意思是說呢 如果 A B 是一個delecate 是一個時數的delecate 好 是一個時數的delecate 以下兩個情況呢 恰好會有一個發生 好 Exactly的意思是說 恰好會有一個發生 好 好 好 兩個情況呢 第一個情況是說 A裡面呢 有最大的元素 但是呢 B裡面呢 沒有最小的元素 但是 A裡面呢 沒有最大的元素 好 那我特別強調一下 我雖然寫是這樣寫的 但實際上在時數的情況 前半段 前半段應該會保證後半段 你想一下就知道 那只是說 為什麼還是這樣寫呢 因為你可以把同樣的觀念 換到別的情況 你可以把這個時數換掉 我們剛剛在訂delecate的時候 你也可以想喔 我可以在有理數上面去訂delecate 我只要把時數全部都換成有理數 也可以 我也可以在整數上面去訂delecate 對不對 也可以在整數上面去訂 所以你會發現 在整個在不同的上面訂的時候 你可以去問這兩個敘述 是不是恰好只有一個成立呢 然後是不是會成立呢 那同一個敘述裡面的兩個 前後兩段 是不是可以同時成立 或是說一個成立一個成立 想一想 那我們關心了暫時只有時數的情況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的出發點就是假設 時數是一個可以做加減乘除 除的時候分母 這個除除不可以是0 加減乘除然後上面有這個大橋關機 大橋關機呢滿足等量加把保持大橋 然後飛覆的東西像乘是飛覆等禁止 另外這個條件 是我們會暫時假設時數有的 那將來有一天我們會去說明 為什麼時數有這個禁止 不過從現在開始 我們從這個條件出發 那這個條件呢 應該看起來還蠻容易接受的 對不對 他告訴你說當你把時數分成小大兩半的時候 小的一定會有最大的數 然後大的裡面沒有最小數 或者是大的這半上半有最小數 下半沒有最大數 對不對 所以還蠻符合你的直覺的 好 那麼給大家一個練習 習提1好了 習提1 習提1是說呢 我們剛才說時數是不間斷的 那你可以問說 如果我換成有理數可不可以 好 所以我們可以定義 好 我們可以定義 就把剛才我定義裡面所有的時數都換成有因素 就把剛才我定義裡面所有的時數都換成有因素 好 那麼 請問你這個條件成立嗎 好 我們可以把一模一樣的情況都在有理數討論 那我說 請問你有理數會有這個進尺嗎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有理數裡面 把分成上半跟下半 下半上半 這邊的元素小 這邊元素大 是不是一定小的那邊會有最大的元素 大的那邊有最小的元素呢 是不是 好 那麼同樣的 你也可以換成z 好嗎 所以請你去想 這兩個敘述 對有理數跟對整數的時候 這個結合是對或不對 那如果你說不對 我們要說清楚是這樣 如果說你認為是對的 你要給個說明 你如果說不對的話 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要找出一個deling cut 它違背了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你要找一個deling cut 並非這兩件事情只有一個會成立 而且恰有一個成立 可以嗎 想一想 整數的應該很容易想 好 那有理數的時候 稍微想一想 好 有理數 少了什麼東西 好 有同學提說 我們可以考慮平方大於2的 好 那就提示大家 好 我考慮b呢 就是所有平方比2大的有理數 正有理數 好不好 so 你可以考慮 b呢 就是所有的 正有理數 正有理數 而且比方比2大 好不好 那A當然就是剩下的有理數 請你去想一下 在這個情況 為什麼可能這個敘述是不滿足的 那當然你們可以使用 你們可以用一件事情去說 對任何的有理數 它的平方都不會是2 我可以允許你用這個敘述 可以嗎 就是沒有一個有理數的平方是2 你可以使用這個敘述 好 再多給一點點Hint 好不好 你挑了一個b裡面的元素以後 我希望說明它不是b的最小數字 可以嗎 我要怎麼說它不是b的最小數 我就是要找一個比它更小的b裡面的數字 對不對 好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給了一個這裡面的元素 你要告訴我 怎麼樣找一個比它更小的 滿足這兩個條件的有理數 還掉在b裡面 可以嗎 那A那邊你也要想辦法證明說 任何一個數字都不是A的最佳數 你b如果是這個 那A應該是它的剩下的部分 你要驗證它是一個getting card 然後不滿足這個gap is probably 好 好 那在這個情況 我們給一個數 我們會稱呢 在第一種情況的max 還有在第二種情況的me 的cutting 它的切痕 好 這是一個術語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我承認這件事情了 只要有一個dentic card 那就一定會下半有最大數 或上半有最小數 那個有的極端元素 就會稱作cutting 叫做切痕 好不好 好 這就是術語 OK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你們操筆機的動作要稍微快一點 你們操筆機的動作要稍微快一點 好不好 好 那麼我們接下來要來做一個定理 這個定理 這個定理一般是叫做virtrust定理 它是這個說的 它說呢 如果我有一個飛空的集合 蜘蛛裡面有一個飛空的集合 那麼如果這個集合呢 它有upper bound 那麼它就會有最小上鍵 可以嗎 好 這是我們要證明的敘述 這個敘述雖然看起來皮膚直去 但它有非常多的用途 所以請大家去收集它 我們在這個課的前一段時間 就會反覆的不斷的在這種各式各樣 看起來有點熟悉又陌生的敘述當中 變來變去 所以你們需要花很多時間去做這個練習 所以 這個s有upper bound 假設有飛空集 它有上鍵 那麼它的上鍵裡面就會有一個最小的 這是它的敘述 好 證明 在我們已經面談過的同學裡頭 應該都有告訴你說 你在看證明的時候 不管看書或看別人寫的內容 都可以 看的時候 不要只看邏輯的步驟 你要有你的想法 就是它為什麼做這些步驟 為什麼要這樣推 你要有一些想法 你做這種練習做久了的話 你就會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敘述 我要證明這個敘述 我就是要說s的上鍵裡面有一個最小的 對不對 數回s就是上鍵裡面最小的 那現在我要看上鍵裡面有沒有最小的元素 當然就是考慮所有的上鍵這個七合 所以我就定 v就是所有的上鍵 s的上鍵 來 用v好了 不可以做一下 v is an algorithm of s 好 我們就考慮所有的上鍵構成的集合 另外呢 我們就把它剩下的部分 叫做a 這個符號希望大家知道 集合論的符號 時數扣掉b 就是在時數裡面 但是又不是b的東西 就是b的預期 叫做a這樣子 那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要證明 v有最小的元素 對不對 b有最小的元素 那你的圖像上來看 好 這是時數線 這個s呢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破破碎碎的都有可能 但是我也知道它有上鍵 所以它至少有一個 掉在b的元素 對不對 而且你還知道 只要有上鍵的話 那超過上鍵的東西 都還是上鍵嘛 因為都可以壓制s嘛 對不對 所以超過b的都還是 所以這個b好像有一個性質 就是只要裡面有一個元素 那它可以往右延伸 都還落在b裡面 是b的感覺 那a既然是它扣掉的部分 好像就應該是在很左邊才對 所以似乎它們兩個 應該要構成一個bedding cut 那你的目標是要說明 這個b有最小的元素 所以呢 如果我知道它是一個bedding cut 那我就知道兩個情況會發生 一個是b有最小的元素 那我就做完了 另外一種可能是 a有最大的元素 然後當然b就沒有最小的元素 我要說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的目標 我們要說的是b有最小的元素 好 這是我們的目標 好 那達成這個目標呢 分成一些步驟 第一個步驟我剛才已經提示了 就是我們要說明a跟b一起構成一個bedding cut 好 好 那你要說它sending cut的話 要說什麼事 有三個條件嗎 剛才在這邊插掉 第一個 你必須要說它們兩個都是非空的 A跟b都是非空的 對不對 然後呢 你要說它們兩個合起來是十柱 接下來要說 a的元素要小於b的元素 這三件事情 都成一個cut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這個虛數裡面 請問你s是非空的 對不對 s是非空的 是不是就會保證 a是非空的 什麼是a 不是b的就是a 對不對 b裡面的東西是上界 a的就是不是上界 對不對 好 只要s裡面有元素 隨便調一個 比如說5好了 假設 請問你4是不是上界 不是嘛 所以只要s有元素 比s小的都不是上界 所以一定有不是上界的東西 對吧 所以對任何的s 我都知道s-1不是上界嗎 對不對 所以我知道它會要在a裡面 所以只要s有元素的話 a就不是空的 再來呢 我的假設s有upper bound 這句話不就跟b是非空的 是一樣的嗎 對不對 只是換句話說而已 所以第一件事情告訴我說 a跟b都是非空的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說什麼 第二個條件是要說 合起來是全部 當然是嘛 因為a是b的余極嘛 所以我知道a跟b合起來就是整個嘛 所以第二個條件真是明顯的 那剩下第三件事情 你認條一個a的元素 還有一個b的元素 我的目標是要說a小於b 對不對 我要說a小於b 那在我們這個論證的訓練裡面呢 你會非常常使用反證法 就常常你要證明一件事情 你就是要先假設他是錯的 常常是這樣 所以我們先假設他是錯的 這英文應該看得懂吧 就是if this were both 的意思 這是錯的 假設錯了的話呢 你就知道a要怎麼樣 大於等於b對不對 錯了就a大於等於b嘛 因為a如果小於b就大於等於b嘛 對吧 可是大於等於b會怎麼樣 我們剛才從圖像上有說過 只要是上界b 他的右邊的人都是上界 對吧 所以我知道呢 這個a也是一個上界 換句話說 這個a要掉在b裡面 對不對 因為b是上界的集合嘛 可以嗎 因為他比一個上界還要大 大於或等於 所以他一定是個上界 他就掉在b裡面 可是這不可能啊 因為a又掉在a裡面 又掉在b裡面 可是這個是空集合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不會有元素 所以不會發生這種事 所以我假設他是錯的 是錯的 那原本就是對的 可以嗎 所以我說明了 letting cut的條件 1、2、3都是對的 因此我證明了 他是一個letting cut 所以我知道 然後Step1完成了 A、B、2、2 letting cut 好 可以嗎 我要查掉囉 趕快啊 好 那我既然已經說明了 他是一個letting cut 這個行李不抄也可以嗎 因為應該很簡單 我去寫一下 應該就很快就發現了 好 我們要說他是一個letting cut 第二步 我的目標是要說b裡面有最小的元素 對不對 我要去說這件事情 那我要怎麼說呢 那又跟剛才一樣嘛 又假設不是嘛 對不對 假設不然 如果這個不是呢 有這個letting property 它的gapless property 沒有間隙的 這個性質 我就知道呢 A的最大元素是存在的 對吧 因為我知道只有兩種可能嘛 那b的最小元素不存在 一定是A的最大元素存在 我們把它基做 我們就把它叫做A0好了 好不好 A的最大元素叫A0 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一個示意圖 這個示意圖是這樣 這是實數 有一些東西是b 叫b 有一些東西叫b 然後我知道有一個最大元素叫A0 它是屬於A 我用這個符號小a 就是提示你它是大a的元素 好 那它既然是屬於A的 好 屬於A的 A0在A裡面 那當然就保證 A0不在b裡面 對不對 不在b裡面嘛 好 是一樣的語氣 不在b裡面表示什麼 表示它不是上界 它不是s的上界 因為b就是收集了所有的上界嘛 所以不在b裡面就不是上界 那既然不是上界 那照相界的定義啊 不是上界是什麼意思 上界是指它大於等於所有s的元素 那不是上界就表示 有一個s的元素超過它 對吧 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我可以找得到一個s的元素 暫時叫做s的元素 使得這個s的元素 A0是小於s的 可以嗎 不是上界就是這個意思 有人可以超過它 就不是上界 所以你心想 在這個不像像 這個s0是在它的右邊 在它的右邊 好 那麼 這個條件呢 s0超過了a0 a0的角色是什麼 a0的角色是a的最大元素嘛 對不對 那有一個東西比最大元素還要大 它可以在a裡面嗎 不可以嗎 因為a0已經是a裡面最大的 比它大的就不能在a裡面 不然就違反了這個最大的性質 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條件會告訴我 這個s0是在b裡面 因為它不可以在a裡面 因為a0是最大的 好 那它如果在b裡面 表示s0是一個上界 對不對 好 那不只這樣 這個事實上說比a0大的 都會有這個性質 那我們留下這種做法 我現在先做一個 我們參考書上寫的方式 好 另一個方法是這樣的 你就隨便選一個 隨便選一個s 使得呢 要不要叫s 叫x 好不好 這個a0是借在 x是借在a0跟這個s0的中間 好不好 好 那你知道超過a0的東西 一定不會在a裡面 因為a0是a裡面最大的 所以這句話會告訴我說 這個x會在b裡面 對吧 可是這個壓果是在s裡面 可是b裡面的元素是上界 對不對 是s的上界 雖然我居然找到一個上界 比某個s的元素還要小 那不可能嘛 可以嗎 就矛盾了 可以嗎 好 這是一個論證的方式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你可以直接去認證 其實這個s0會是b的最小元素 也可以 那已經違背了gabless property 所以證明的方式有很多種 我現在寫了一個比較簡短的 這個是我們的參考書上寫的方式 你如果寫的時候用別的方式 只要邏輯都是正確的也可以 好嗎 好 這個論證這樣可以嗎 清楚嗎 好 我們從a裡面有最大的元素 叫a0出發 我得到一些矛盾 所以我知道一定不可能是 a有最大的元素這個狀況 也就是b最大的最小元素 那我就做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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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有這個virus plus their 那你可以使用時數的什麼 時數的 時數的 稠密性質的是 我們可以使用時數的 任何四則運算的結果 所以比如說兩個時數給你之後 你把它加起來除以2 你可以想辦法證明它是接在a跟b 你可以證明它是在a跟b的中間 那利用我們之前講的不等式的一些性質 你可以證明這件事 或者我們換個作法好了 假設有個數字 我知道它大於等於0 假設 那麼你假設a大於等於0 好了 你可不可以證明2分之a是大於等於0的 可以 因為2分之a不是大於等於0 就是小於等於0 那2分之a加2分之a是a 所以如果2分之a是小於等於0 那a也要小於等於0 對吧 所以你用這種方式 你可以證明這個終點 一定是接在兩個東西的中間 這沒有問題 好 可以嗎 我們後面會有一堂課來談這些更邏輯的東西 不過我們暫時先不要煩惱 因為我們目標是要學習時數的分析性質 所以我們出發點就是我現在寫的這些 還有你以前會的四則運算跟不等號的結果 可以嗎 好 接下來 來 習題 做一個習題囉 好多的習題 剛才是習題1對不對 習題2 好 習題2 習題2呢請你證明一件事情 用你現在已經學到了任何正確的結果 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證明什麼事情呢 證明底下這件事 證明底下的這個命題 這個命題一般叫做阿基米德性質 這個命題一般叫做阿基米德性質 阿基米德性質說什麼呢 阿基米德性質這麼說的 對任何的時數 如果這個時數是正的 我就可以找得到一個正整數 使得這個正整數的N分之一會比這個時數小 可以嗎 阿基米德性質 在很久以前我們曾經有提過 這個雖然是一個很顯然的性質 但我怎麼邏輯上保證它是正確的 那 所以我現在要你做的事情 就是給了一個時數 你把1一直切 切N等分 只要你切得夠多等分 就會保證它比這個正時數要短 我要你證明這件事情 用我們前面所講到的 就用今天前面所講到的內容 可以證明這個 要不要給HIN 不要 好 給個HIN好了 好 給個提示 有很多種方法 但我希望大家可以儘量嘗試 那我給其中一個提示 其中一個提示讓你想一想 我要證明這個敘述了 你可以考慮 把這個命題 去改寫一下 好 以什麼方式改寫呢 In a manner 好 好 OK In a way LINKING it LINKING it to the upper parts of a set 可以嗎 好 其次就是說 請你把上面這個敘述 稍微改寫一下 變成另外一個等價的敘述 那個等價的敘述裡面呢 你變成這樣去考慮 正整數在實數裡面有沒有上界 可以嗎 比如說正整數在實數裡面當然沒有上界 為什麼 正整數為什麼在實數裡面沒有上界 你給了一個實數 我一定可以找一個正整數超過它 為什麼呢 對不對 對不對 無窮級不一定沒有上界啊 對不對 有界區間也是一個無窮級 對不對 所以無窮本身跟沒有上界是不一樣的 剛剛有同學說無窮 有沒有上界呢 你要說正整數這個集合是沒有上界的喔 你去想一下為什麼沒有上界 好不好 那當然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的內容裡面 有什麼東西是跟有沒有上界有關的 有嗎 剛才已經提到了嘛 對不對 我去想一想 所以請你證明這件事情 那在我們等下的討論裡面 我們都會假設阿基米的性質是成立的 因為我假設大家會做這個實體 所以你已經知道 認給一個正數 我一定可以找N構大的時候 N構大的時候 N構大的時候是比它小的 不過認給一個數字 我總是可以找到一個N正整數 是超過這個數字的 這兩個敘述我都可以使用 可以嗎 那請大家做這個實體喔 好 那我們先休息10分鐘 接下來我們想要介紹數列的概念 數列的概念 各位在中學的時候應該都接觸過了 那也在先特殊的情況下 有去討論過數列的極限 對不對 只是說 對這個極限的討論 並不是以一個比較嚴格的方式 是一種直覺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要把極限的定義 嚴格的設定清楚 好 我們例呢 AN 是一個數列 這一個數列我們通常會這樣寫 AN N是正整數 所以我有A1 A2 A3 A4 有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也會寫成這樣 A2 分從1到5增加 或者是簡單的磁寫一個括號 這都有可 好 所以我們假設呢 它是一個序列 實數裡面的一個序列 然後呢 有一個數字叫l 可以嗎 我們假設有一個實數序列 還有一個數字叫l 那麼我們說 這一串數列呢 它收斂到 這個l 當ng性無限大 有時候這句話會成略 因為數列講收斂性的時候 都是令N要越來越大 當我們這麼說的時候 我們的意思其實是這樣 意思是這樣 那我慢慢來畫個圖解釋一下 一開始呢 我們有一個 直數線 對不對 在這裡 什麼叫數列呢 數列其實是一個映射 就是一個map 一個map 它從正整數出發 從1啊 2啊 點點點 3 出發 1可能會跑到什麼處 叫a1 2呢 可能會跑到a2 3可能會跑到a3 OK 它有很多 然後呢 在這個數列以外 有一個數字叫做l 在某數叫做l 這看得到嗎 有個橘色的l 對不對 我們說這個數列 它收編到l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對任何的ps 正數 一個正數 我都可以找得到 一個正整數 使得呢 只要N大於等於這個正整數 就會保證DN項跟L的距離會在ε以內 可以嗎? 這句敘述就叫做極限的定義 那我們把他們的角色在圖上面做個演示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的意思是說 你這樣給了一個 你給定了一個時數L 我們說這段數列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越來越靠近L 那你說多靠近呢? 想法是這樣 想法是你以L為中心給定一個範圍 一個你可以說半徑Epsilon的範圍 就是以它為中心給了一個範圍 就是這個Epsilon的部分 給了一個範圍以後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項次 叫DN項、大N項 所以我會得到一個叫做大N的公式 好,所以有一個DN項在這裡 那DN項的功能是什麼呢? 就是它後面的項 DN項以後的項 增加1啊等等 增加1、增加2、點點點 這些項 它全部都要距離L在Epsilon內 這個單位裡面 所以後面的這些項呢 它全部都必須要送到 紅色的方方裡面來 所以它就是AM AM加2 對不對 A嗎 這就它完整個去處 我圖畫了會有點小 不過應該 看得清楚嗎? 後面看不清楚了 我看一下 好 那記得這個動態的感覺 它其實是想要描述 我以前在中學的時候 常常都講說 當N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串點就會越來越靠近L嘛 你怎麼描述這個動態的感覺 它其實是用一個邏輯語句來描述 所以它是把動態拆解成無數的靜態 那什麼叫無數的靜態呢? 每一個靜態就是 你既然要說這串數列會越來越靠近L 那有多靠近我就給一個範圍 所以我先選了一個εψ 所以給定一個εψ 固定了 給它好εψ以後 我可以告訴你某個大N 大N是一個像次 在那個大N像以後的像 全部會掉在這個 以L為中心的εψ範圍 可以嗎? 以L為中心的εψ範圍 那你對不同的εψ 比如說把這個εψ說得小一點 我可能就需要有一個更大的大N 使得後面這件事情成立 但無論如何它的動態的感覺 就是被這句靜態的邏輯語句給描述 所以取定εψ以後 我可以找到一個大N 讓後面這句話成立 圖像上就是給定一個範圍以後 我可以找到一個像 那個像以後的像都會掉在這個範圍裡面 就這樣 可以嗎? 這就是它的定義 有了這個定義之後 然後呢 我們一樣要引進一些術語 一些術語 這些術語呢 包含 如果這樣的L呢 它是存在的 如果真的有一個滿足極限定義的L存在 我們就稱它做這個數列的極限 當然是趨勁五線大的極限 並且我們會稱這個數列 一個收斂的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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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如果它不存在 我們就會把它稱作一個發散的數列 叫divergent sequence 可以嗎? 存在的話就叫convergent 發散的話就叫divergent 那我們會說它收斂到L 就是它convergence 可以嗎? 寫法是這樣 好 然後有一些符號 符號的話我們會這樣寫 就是limit an等於沒有 可以嗎? 所以當我寫這個符號 就是這句話的意思 這句話的意思 它沒有第二個意思了 所以以後只要你看到 任何地方出現數列的極限 我就是那個意思 就是那個意思 好 那麼另外還有幾個比較特殊的情況 特殊的情況 比如說你可以問說 一個數列是不是趨勁無限大 是不是趨勁無限大 是不是趨勁無限大 所以我們可能還有一些延伸的 延伸的概念 我們說呢 這個數列呢 它是趨勁無限大 那我這樣寫 那我這樣寫 我可以把那句話稍微改一改 剛才只是說 N越來越大的時候 AN要越來越靠近L 對不對? 那我要說數列會趨勁無限大 表示N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個AN要越來越大 我要怎麼講呢? 現在不是趨勁某個數字 而是要越來越大 所以很簡單 你要說它會越來越大 那就說要有多大 所以你就給個數字 我都有辦法告訴你 某一項 靠的項都要超越它 這樣就可以 所以定義是這樣的 它的定義 它的定義是說呢 認給一個數字 認給比如說一個正數 叫M好了 我都可以找到一個項 使得呢 只要這個項後的項都會超越這個正數 可以嗎? 這是類似的說法 只是把有極限改成越來越大 可以嗎? 當我寫這句話的時候 它是這個意思喔 那如果我寫的是負無限大呢 那就是要越來越小 所以你再給一個數字 我都要有一個像 這正不正有重要 這正有一個實數 那負無限大的話 一模一樣 你再給一個實數 我都要告訴你 第幾項以後會有這個實數要小 所以這個地方就改成 小於等於 A 可以嗎? 如果是負現它的情況 就改成這樣 正無限大就改成那樣 想一下這個東西 圖像不像是什麼意思 應該就會清楚了 所以它都是要把你 以前講的那個 越來越的過程 分解成 分解成 單一的動作 小分像大於N 對不起 謝謝 第N項以後 謝謝 你們如果看到有任何寫錯 我覺得奇怪的地方 你就會隨時跟我講 因為沒有可能就寫錯了 好 這是一些廣義的意思 但是跟剛才一樣 在這種情況 我們通常不會說極限存在 我們通常不會說它收斂 好不好 不管是這個情況 這些情況 我們通常都不會說它收斂的 或者真的要說我們會說它收斂到無限大 會特別把它講出來 不然的話 當我想要收斂 就是要真的收斂到一個負字 好 那來問大家一個小問題 一個數量 它只有可能是收斂到數字或無限大或負無限大嗎? 有沒有可能這三者都不適合的狀況 你會舉個例子 有人講說跳躍的例子嗎? 負一人翅膀就是一個例子嗎? 負一人翅膀就是一個例子嗎? 對不對? 千萬不要 這就是全虎的可能了 我覺得這支麥克風好像也快要用過不去了 斤腹羹膜 accepting and xi 膀胀 an 小一點 m 好 謝謝 喔 東西原 cable 這支麥克風 不用不用不用 認可詞數 你認可詞數 對不對 好嗎? 好 再出一個習題好了 這個習題不是禮拜四小比較緊張 這個習題下禮拜二小 今天的習題以後我會依照習題的難度 比如說比較難的話我會讓你說一個禮拜 禮拜四也有可能會有習題 我這樣每天要來的習慣 不要這麼習慣 好啦先不要出習題啦 好來我們 好啦說習題 你們現在都想坐讓你們坐一下 這習題都不難啦 這習題都不難 我們目前比較多的都是乳病的題目 就比較例子公式 是讓你去熟悉怎麼寫這些論證 所以你要好好利用這段時間來練習這些東西 好 先以說明呢 如果極限 如果AN收定到5個L 然後呢 AN又收定到5個M 那L就是M 也就是說可以作為副業極限的 不會有M 不會有兩個 那當然圖上這樣應該很清楚嘛 你要想一下就是說 如果有兩個 搞不好會發生什麼事 好不好 要從這個角度出發 就想 如果有兩個會發生什麼事 好 那麼 接下來 A 還有一個 這是第一題好了 第二小題 如果說呢 AN是收斂的 那麼 就保證 這個集合是有介的 那什麼叫有介的呢 有介的就是有上介又有下介 就叫有介 可以嗎 或者換句話說 你可以找一個數字 M 正數 還有-M 把這個集合框在中間 也可以 就是一模一樣的名字 所以收斂的數列一定是有介的 可以嗎 那我很快的嘴巴講一講 這個題目可能要怎麼做 那你回去要試著把它寫出來 其實可能在參考書上 也可以找到類似的寫法 那無論如何 你自己用自己的畫 把它寫過一次 第一個呢 如果書列有極限L跟M 那如果L跟M不相等 假設L比較小好了 M在這裡 L在這裡 按照極限的定義啊 以他們任何一個人為中心 選一個小範圍 我一定可以告訴你 第幾項以後的項要掉在這個範圍裡面 對不對 所以如果L在這裡 M在這裡 我就故意選 以他們為中心的小範圍 互相交就好 比如說我就選那個範圍的長度 是L分M距離的一半 對不對 然後L在這裡找一個小範圍 M在這裡找一個小範圍 不相交 可是按照定義 我知道 某一項以後的項要掉在這個範圍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項以後的項要掉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他們兩個共同後面的項 就是共同後面的項 同時在他們後面的項 就要又掉在這裡又掉在這裡 就矛盾了對不對 試著把這段話清楚地寫出來 第二個收斂就會保證有介 也很清楚 為什麼 收斂的意思是說 它有一個Limit Limit叫L 所以你L為中心選一個範圍 隨便選 比如說以一為半徑好了 選一個範圍 我是不是可以告訴你 第幾項以後的項會掉進去嗎? 比方說一萬項以後的項會掉進去 所以一萬項以後的項是不是有介的? 是 它會介在這個範圍裡面 可是一萬項以外的項有幾個? 只有9999個對不對? 所以你都把那9999個數字的大小 絕對只配上剛才我找到的這個上下介 我就可以得到所有的數數列裡面的項 都會介在兩個數字的中間 對吧 所以你必用這種想法把它寫出來 好 好,這是第三個席題 那這個席題是比較不直序的 其實你們禮拜四是可以教的啦 不過讓你們禮拜二再教 所以我等一下會再多出幾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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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我們要不要再提供囉 好 好 不要再提供囉 好 但是再提供我就會出很多的時間 可能就算好 耶 好 好 我想要用比較大的黑板的區域 好 先讓我把它寫在這邊 嗯 嗯 啊 好啦好啦 來做個第三角 來做個第三角 好 好 這都非常類似的 其實第三角應該先出啦 欸 假設呢 我知道 我們要把這個角度的角度的角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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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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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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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極限就會小於等於另外一個極限 所以第三小子是在說 極限是會保持小於等於的符號 本來的數列如果都小於等於的符號 兩個都有極限的話 極限也要小於等於 保持這個小於等於的關係 那麼再問一下 如果我把小於等於改成小於的話 這個敘述還是對的嗎? 上面這個敘述還是對的 如果不對的話 你要說它不對 你就是要舉一個反例 可以嗎? 也就是你要真的選兩個數列 an 跟 bn 它滿足an 小於 bn 然後它們兩個都有極限 可是極限卻不是小於 你要講這件事情 可以嗎? 例子都非常好舉 自己想一想把它寫出來 那你舉反例的時候 你必須要證明它們的極限是多少 必須要證明喔 然後今天所有講到的內容都是可以使用的 就已經證明過的內容都可以使用 好 這是關於極限有一些一般的性質 那我們想要來談一下 它的跟四則運算的關係 跟四則運算的關係 所以呢 還有一件漏獎 還有一個remark 有一個促解 當我們討論樹葉的極限的時候 好 我們去改變 或者是移去 有限多個像 去改變它或是移去 有限多個像 不會影響 不會去影響呢 AN這個樹葉 它是 是收斂的或不死 會發散的 收斂的時候 剛才還有它的極限 極限也不會影響 可以嗎 就是說如果AN本那是收斂的 你去改變或是移去有限多個像 是不會改變它的極限 那如果它本身就發散了 改變有限多個像 也不會影響它是不是發散 它還是發散的 那這件事應該很清楚 我把它寫出來 只要提醒你有什麼一回事 我們常常會這麼做 因為呢 你在講極限的時候 我們的定義是什麼 定義都是 先有個極限 然後或者說 給了一個範圍以後 會不會有某一項以後發生某件事嘛 對不對 那竟然都是談某一項以後發生的事情 我前面先丟掉 有些多個像是沒差的 或是把前面的項隨便換遵據 或隨便改 那都沒有任何影響 可以嗎 所以在談極限 在數列的極限的時候 任何有限多像的操作 都是不會影響的結果 結果指的是 它收斂與否 或者是收斂的極限 都不會影響 可以嗎 請說 如果超越的 我拿其中一個像 一個像拿掉都不會影響 對不對 沒有說一句話 沒有我只拿掉一個像 所以我OK 這方面比例很重要一點 我講的是有限多的 terms 指的是有限多的 有限多的 有限多的 並不是拿掉有限多的 可以嗎 所以像大家同學舉的例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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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說我改變有限多個像 我的意思是說改變 比如說前100個像 像這樣 或前多少個像 或是前面幾像裡面的哪些像 後面的沒有改變 我並不是把所有是-1的都拿掉 不是這個意思 好不好 所以要搞清楚 所以我這個地方 有限多個像 我指的是 就是要用N來做分類 而不是用它真實的數字來做分類 OK 這樣清楚嗎 好 那麼我們來 做一個四則運算 的結果 Proposition 如果 AN有極限 叫做L 然後 VN也有極限 叫做M 那麼 第一個 AN加VN也會有極限 而且它的極限就會適應L加A 改成減號也是一樣的 這改成減號也可以 A嗎 加的變加的 減的就變減的 第二個呢 是相乘 AN乘BN 這是一個新的數列 新的數列呢 當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它也會有極限 它的極限就是把 原本的兩個極限搶在一起 A嗎 當然最後就要問除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如果 AN不等於0 因為你心中想 我要拿AN除以VN 那當然極限至少會不是0吧 如果AN不是0的話呢 那麼 VN呢 就不會是0 or but finically many 可以嗎 這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VN的極限不是0的話 那麼除了這句話 什麼叫from all of fine man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講 教英文 就是from all of fine man 就是說除了 就對全部的 除了有限多分以外 這都成立 也就是說呢 有可能有一些VN會等於0啦 但只要它的極限不是0 肯定等於0的VN只有有限多個 一定是這樣 所以從某個項開始 VN都不是0的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呢 我的結論是 AN除以VN的極限 就是L除以N 可以嗎 所以你要說明幾部分 第一個是如果F等於0的話 那麼 除了有限多項以外 VN已經都不會是0 那既然你知道這件事情 我去寫AN除以DN就有意思 就有意義 我可以把它放分 因為我先丟掉那個有限多項 我就先把VN的0的項先丟掉 那只有有限多個 好 那剩下那些 不會影響整個數列 我要關心收斂八三的結果 所以 我看的是這個新的數列 就丟掉以後的數列 我說它的極限會是L除以N 可以嗎 好 所以如果你證明了前面這句話的話 你可以假設VN就是都不為0 你可以做這個假設 因為你丟掉有限多項 沒假設VN不是0 然後我們要說明 這個極限就是L除以N 可以嗎 好 那麼我想我會做其中幾個 給大家看 然後呢留下一個比較難的部分給你回去當CT 好 我會做什麼呢 我會做1跟2 不可以很仔細的 可以這樣看 好 簡單的我做 好 不然就失去教育的意義 好 好 我先來說第一個 好嗎 第一個 來 你看 應該就會了 因為你要自己寫過一次 為什麼教你自己寫 你知道嗎 你有朋友很偷試就很好 如果你不是自己寫 你看我 你可能就不記得 所以最好是自己寫過文字 比較好 我們來做第一個就好 第一個我就一起做 我們的目標是要說明 這個加以後或減以後的數列 會修練到極限的加減 對不對 從定義出發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想去考慮 你們寫這個證明的時候 不一定要寫的那種非常邏輯與俱次的方式 可以有一些說明 我們要考慮什麼呢 我們不一定要先去考慮 an加或減bn這個數列 它跟我期望的那個極限的差距 對不對 我想要去考慮這個東西 這是我要去考慮的 你要先考慮什麼東西 因為按照定義我就是要考慮這個差 那我希望說什麼呢 我希望說的是給一個ε以後 我可以告訴你 n要多大 會讓這個差比ε小 對吧 這是我要用條件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發現了這個an加減bn 減掉l加m 加減m 它可以把它拆開成兩部分 就是an-l加減bn-m 對不對 這個絕對值呢 按照三角不等式 我又可以 什麼加什麼的絕對值可以拆成兩個 的絕對值相加嗎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不是比an-l的絕對值 加上bn-m的絕對值要來的不大 對不對 塞到不等式 但正負號沒有差啦 你把負號其實修進去加絕對值 ε就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我的目標是要 讓這個數字比給定的ε要小 可是我知道有另外一個人可以壓制它 dominate 這個加減 所以我要爽量演出吧 所以我現在 認給 一個ε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我們就 緩短一點 好 決定給ε 我知道 我們可以找得到一個 1 n 都是正整數 使得呢 只要 n是大於等於 n1的 就會保證 a n跟l的差 會比ε小 對不對 然後呢 同樣的 只要n是大於等於n2的話 就會保證 bn跟m的差 也會比ε小 對嗎 好 那我們就定 這個n 它是同時比這兩個要來大的 所以你就選他們比較大的那個就好 n1n2 對不對 選比較大的 好 那麼 如果 如果 n呢 大於等於n 那它就會同時 大於等於n1 又大於等於n2 對不對 那就會保證 這兩件事情是同時成立的嘛 所以 an加減 bn 減掉 l加減m 它會 它會 小於等於 an-l 加減 bn-m 那是不是比ε加減 就是2ε 小 對不對 好 那你說 可是我要的是ε 那只是符號上的一些小查錯而已 那沒這麼大標的 好 所以一開始給了ε 以後 我希望最後得到的是ε 那你就把這個2 吸收到前面的每一步 對不對 吸收到前面每一步就好了 好 所以概念非常簡單 概念就是說呢 我已經知道 a-l 只要你認每一個數字 我都可以告訴你 n多大 會讓它比那個數字小 同樣的道理 你認每一個數字 我可以告訴你 n要多大 會讓bn-m的絕對值 那個數字小 那這個東西可以壓制我要控制的傢伙 所以你認每一個數字ε 我就先把ε 分兩半 二分之ε 二分之ε 然後去找 這邊n要多大 比如說150項以後 這邊可能是200項以後 它會比二分之ε 它會比二分之ε 所以我只要選200項以後的項 那麼他們的差距就會比二分之ε 加二分之ε 也就是百項來的項 就是這樣 可以嗎 這證明的過程就是這樣 所以當你證明完畢之後 我以後就可以任意的使用 只要我知道an跟bn有極限 我就可以把兩個數列任意加減 然後把極限也做加減 好 那麼 接下來做一個乘的 好不好 我想從你從這邊開始 所以我把它查掉了 好 OK 可以嗎 這個 沒什麼好 這麼抄的 應該很簡單嗎 好啦 老師不應該想說這東西很簡單 這東西也沒有簡單 那 對啊 我告訴你們 就是說 有時候老師說 我不曉得講說這東西很簡單啊 或什麼很 trivial啊 什麼的 萬一 萬一我這樣講 好 你現在不要受到這個影響 因為我知道有些同學 以前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 有些美國人他們常常都講說 教學裡面都會寫定線說 老師常常講這個很 trivial 害我會受打擊 因為我不覺得很 trivial 我知道教書大家說 我講 trivial的時候 你不要覺得受打擊 因為 你現在覺得拿 trivial是很正常的 等到你跟我一樣老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trivial 所以你知道這件事情就好 你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受打擊 好 好 那麼 現在我們來做第二個 好 情況 現在我要考慮的是什麼呢 我現在考慮的 就不是相加減了 而是相乘 好 所以是an乘en 減掉 L乘en 對不對 我要考慮這個東西 我要壓制它 給一個epsilon以後 我要問N要多大 可以壓制它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壓制它呢 一樣的 我要從我原本有的訊息 就是an跟l的距離 還有en跟m的距離 來控制 好 現在我要比較這個距離 所以我應該怎麼做 數學上呢 你要比較兩個成績 通常啦 你要做的是 先改變一個位置 好 所以你先把它寫成 an dn 你先減掉 l乘en 你改變a而已 b沒有變 但你多減了就要加回來 多減了就要加回來 好 所以寫出來變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那一樣的 我就可以把這個 拆成兩部分 一部分呢 就是 an-l 乘上bn 對不對 那第二部分呢 是什麼 第二部分就是 l的絕對值 乘上bn-m 可以嗎 整個可以這樣 好 好 幹嘛 我應該沒解錯吧 什麼 小於等於 謝謝 對 三角不等式 對不對 這等法談錯的 小於等於 好 那我的目標是要讓 給定 epsilon以後 我要有辦法告訴你 n要多大 使得這個項 可以比epsilon小 這是我的目標 然後我現在要用 請另外一個 把它拆成兩個 拆成兩個部分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就把 epsilon 本來要壓制 壓制他的那個 epsilon 分成兩部分 一個叫二分之epsilon 二分之epsilon 給這兩個人來用 來問說 n要多大 所以呢 可以這樣想 先來看後面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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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 我要做一個動作 我現在要先選 選一個數字 叫做C好了 一個正數 使得 使得什麼呢 使得呢 vn的絕對值 是小於等於C from of n 並且 這個l的絕對值 也小於等於C 好不好 可以嗎 我說我要去選一個C 讓這個成立 那你說我幹嘛要選這個C 等一下會告訴你 只是為了讓它寫起來 清楚一點 不用再分case 來寫 先問 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個C 大於等於所有的vn的絕對值呢 有 這個部分呢 前面這句話 要利用剛才出的集體 對不對 剛才出的集體多少 3 3 是不是 對不對 3裡面的第二條 對不對 因為呢 我知道vn是有極限的 是收斂的 所以我知道呢 它是有界的喔 那既然是有界的 我就可以證明了 證數比他們的絕對值都還要大於或等於嘛 對不對 那當然先找完之後 我就再選一個證數 同時要比l的絕對值要大於或等於就好了 這是為了方便 好 所以那我選完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選完C 我可以把這個重新改寫一下 它就是C 然後an-l 再用 加上C Vn-m 好 所以呢 只要讓這兩個項 同時比2分4 epsilon小 就夠了 對吧 好 所以呢 現在 對任何的 epsilon 大於0 我知道呢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 N1 N2 好 那我現在為了方便 我就不寫那個N1N2了 好不好 因為剛才你知道 選的N1N2以後 只要選 他們裡面比較大的就可以嘛 所以我說我可以找到一個 正整數 使得呢 只要 N大於等於這個正整數的時候 這個N項 大的這項以後的項 一定會有 AN-L 小於2分之 epsilon除上C 然後 BN-M 也會小於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我這個寫的比較簡略的 本來應該是說 要有一個N1N2 那N大於等於N1的時候 AN跟L的差估比這個小 N大於等於N2的時候 他跟他的差估比這個小 但是我就選N1N2裡面比較大的那個 就可以了 所以我會慢慢的把東西都寫得比較簡化 那你要確定的是 寫得最複雜的情況 你有辦法寫得出來一次 以後你就可以簡化 好 那這樣一來呢 如果這件事情成立的話 誒 這些事情不就會保證 AN BN-LM 會比C乘上2C分之 epsilon 加C乘上2C分之 epsilon 也就是 epsilon還是小嘛 對不對 只要超過這個N以後 這件事情就會成立了 那我就證完了 對嗎 好 證明就是這樣子 你要寫一個這種routine的證明 你至少要做一次這種練習 那建議你就是 基本的都可以多練習幾次 你就熟悉了 那關於3 關於3呢 這個0證明 你可以有些竅門 第一個當然是你可以直接證 你就定 就像剛剛一樣 我看你是相乘 這邊我就敢講相除 然後直接去證 你要證3的時候 請你想一個情況就是 AN就是長 AN就是1的情況 因為AN除以1N呢 你可以把它寫成 把它寫成AN乘1N嘛 對不對 可以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你只需要證 你只需要證明這個部分 就是我最後這個紅色的框框 紅色的框框的部分 你只需要證明這個 就是沒有A的情況 只做這個就夠了 因為有A的情況就是用乘法 或剛才的第二條 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這個方法會簡化一些證明 不過我也非常推薦大家 就是你就真的做AN除以1N 就直接把它寫出來 也可以 好 所以所有的這種證明 都長這樣 它大概就是 你本來有一些訊息了 比方說 AN除以1N AN跟BN有一些極限 那麼就表示 AN跟L的X 還有BN跟M的X 是可以控制的 只要你願意付出 像要很大的這個代價 其他的東西 都是從他們的組合做出來的 所以你要去控制 組合以後的差距 就是要想辦法用 任何你以前學過的 基本的不等式的技巧 來把它劃約到原本 你要控制的差距 你可以控制的差距 所以所有的證明都長這樣 好 接下來 現在有四個形體對不對 好 看起來好像很多 但其實裡面真的比較需要 稍微想一下 那種第二題 這種第二題需要想一下 其他都是比較例行公式的 不過第二題當你想通之後 就發現果然也很簡單 所以 但是要先想通 就把它想通 好 那麼最後 我們現在講的數列的極限等等 這個 我不寫成集體了 但是你自己回去做個練習 好不好 自己做個練習 比如說呢 以前你做幾個集數的時候 比如說 一加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 一直加加加加加 加到DM相 加到DM相的結果 你已經知道就是 一減二分之一 一減掉二分之一的N次方 對不對 這是一個數列 那你可不可以用現在的定義 現在的定義去證明 請你去證明這個極限 那就是 一減二分之一分之一呢 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你自己回去做個練習 那我不要求大家把它交成CD 那說定我好隨口 所以 所以請你一定要做個練習 就是你要想一下 從定義出發 我怎麼去說 這個極限是這個答案 這個極限就是這個 你要從定義出發 你不能告訴我說 啊 因為那個N很大 所以這項就不見了 不能說不見了 你至少要說一些理由 好不好 你要說一些理由 你剛說呢 你這樣看 你應該有什麼理由呢 反正下面這個常數嘛 沒差 上面 你可以先問二分之一的N次方的極限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等於是要問 二分之一的N次方的極限是0啊 那我說 你要說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至少要寫個理由吧 剛才有同學講阿基米的性質嘛 對很好 那你就是要說 怎麼樣從阿基米的數值可以推出這個 可以嗎 因為這畢竟還是二的N次方嘛 對不對 阿基米的性質是N嘛 所以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過你要想一下怎麼寫它 好 我只是告訴你說 因為我這個課度要比較快 我不會有太多時間 會讓你做這種練習 可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得 得做這種練習 好 那麼 很快的 我再給你一個定義 啊算了啦 剩兩分鐘 好 然後我們之前曾經寫信給大家 有去提說 要你看一些預期的參考影片嘛 對不對 好 有的同學到現在來沒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已經講過久了 你們一定要趕快去看 自己看一看 你可以預期到我比較後面的題材 也會比較熟悉 上課再提一次 有時候講法有些不同 好 好 我現在有看 一分鐘沒什麼 你都這麼想要跟我說的話 那不然我們今天就 散發這邊 好 啊 OK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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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